有一位102岁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啊,许哲,他是一位老修女, 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也在修佛,别人问他什么是宗教, 他大复得非常之好,爱就是宗教,宗教就是爱,爱就是宗教,神爱是人。 伊斯兰教,你们看看古兰经,每一段经文前面第一句,安娜确实是仁慈的, 他们称上帝,称为安娜,在中国翻译,翻译成阿拉, 佛家将仁慈,博爱,佛家将慈悲, 所以,在这个世界,无论在哪一个国土,无论是什么宗教, 没有不教人相亲相爱,互相尊重,互诅合作。 这才叫神的教诲。 那么第三端,我们要学神圣的物质生活。 这个经上讲的神贫。 这个是圣经里所说的神贫。 在我们中国,古神贫献叫到我们的清贫。 清高。 清高啊,物质生活一定频繁。 所以是清贫着腹 神圣是顺于清高 那么到底哪一种生活方式好呢 物质生活富裕 是一般人所追求的 没错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如果你想明白了 想通了 你就恍然大悟 这种享受得不偿实 为什么 纵然你这一生 享受这个物质丰盛的生活 你来生便卧鬼地狱出身 你往下堕落 神圣 他的福报是我们世间人不能够相比的 学佛的同学都知道 你们在三规一里面念的 规一符二族尊 这个族是满族啊 圆满啊 佛报圆满 智慧圆满 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 上帝 是这一个大全世界里面 佛报最大的啊 我们人间的帝王不能跟他相比啊 佛在经上比喻啊 人间的帝王跟上帝比喻 人间帝王跟上帝站在一块 上帝是帝王 人间帝王像乞丐一样啊 这是佛在经上的比喻 比喻得很好啊 才知道 这个上族佛报之大 佛报那么大 为什么 耶稣的生活那么样辛苦 佛的佛报那么大 那么圆满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在世 每一天到外面去脱坡 他的财产 三件衣服一个脖 三衣一脖 晚上睡觉 找一棵大树底下 休息一下 树下一宿 日中一时 他为什么过这个生活 这个生活是给我们 启发我们的啊 是帮助我们觉悟的 物质生活不需要太太风足啊 你每一天吃的饱穿的暖 就足够了 你还要有多余的干什么 有多余的 增长贪嗔痴吃慢 换一句话说 增长造罪业的机会 佛这样表现给我们看 中国孔子老子 也是这样表现给我们看 天主也表现给我们看 由此刻之 圣人对于世间的爱心 慈悲 是相同的 没有两样的 这是现身说法 那才叫真正大富大贵 我们世间人迷惑颠倒 看不出来 所以一定要懂得 神品真正的意义 真实的功德 人生活在世界 必须快乐 必须自由自在 你财富多了 你不快乐 你不自在 为什么呢 天天心里都牵挂着财富 钱多了 你担心的事情就多了 身上没有钱的人 他什么都不要担心 他多自在 他多快乐 他走到哪里去 也不怕人偷他 也不怕人抢他 他也无所有嘛 得大自在 这真快乐 你财富多了 身上带着珠宝 金刚钻 时时刻刻提心 怕强盗来杀你 来抢你 放在家里面 怕人家来偷你 你说你多担心啊 你这个心理负担多重啊 压力多重啊 你活得多么幸福啊 神圣交给我们呢 统统放下 为什么呢 那些东西实在讲 无聊不能吃 动的时候不能当衣服穿 一文不上 你把它看得那么宝贵 错了 大错特错了 深一些人 住的房子都小小的 为什么呢 好收拾 那五分钟 十分钟 就整理得干干净净了 这个生活快乐 如果一个人叫你住这么大的房子 每一天打扫都累死了 那不是人住房子 是房子住人了 一定要懂得快乐自在啊